你想吃什么 我无所谓 我点了 我点了两个 感觉菜铺挺吐的 好了 压缸 算了 我不要这个 我不喜欢吃 奇葩年年有 今天不重样 今天来的这个男嘉宾 绝对能让你大开眼界 这次来相亲的男嘉宾 叫做唐新德 40岁了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另一半 月收入还是相当可观 平均能够达到两万块钱 男生的要求很简单 希望小姑娘能够年轻漂亮一点 其他没有任何要求 节目组给她介绍的相亲对象是孟小姐 今年30岁 是一个收音员 之前谈过两个恋爱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都分手了 女嘉宾的要求也不高 希望男方能够稍微大方一点 因为她的前任男友 是一个非常抠门的男人 所以她不再想遇到这种男人了 这才刚刚开始要相亲 结果男生的身体状况不是特别的好 而且还吃了一点药 所以男嘉宾希望女生能够到她所在的酒店里面来见面 外面太冷了 女嘉宾又觉得非常不合适 因为第一次见面就要到宾馆里面 很容易产生误会 好在有节目组的陪伴 所以才能够化解两者之间的尴尬 虽然这是相亲的初次相遇有点尴尬 好在男嘉宾对女生的外在形象还是非常满意的 她觉得这个女嘉宾长得非常的漂亮 能够继续往下深入了解 男嘉宾是从深圳赶过来相亲的 女嘉宾老家是广安 如果这两个人真的要走到一起 女嘉宾很有可能要到男嘉宾的真正续生活 对于这个事情 其实女嘉宾并不是特别的在意 她觉得自己的老公在哪里哪里就是家 在沟通的过程当中 嘉宾也非常关心她的感冒 这让男嘉宾感到非常的感动 男嘉宾也希望能够和她继续交往一下看看 两个人对对方的初次印象都觉得非常的不错 聊完之后 男嘉宾主动带着女生到外面去吃饭 可是到点菜的时候 问题又出现了 男嘉宾点菜点得特别的纠结 一会儿要这个 一会儿不要这个 把服务员叫过来了又给请走 来来回回折腾了好几天 真的是一点阳刚之气都没有 女嘉宾等的实在是不耐烦了 直接拿起自己的手机打起了游戏 因为节目组还有五个工作人员 所以一起吃饭的人员总共有七个 可是男嘉宾只点了四个人的 即便是这样 嘉宾点了半个小时 都没有办法确定最终的菜品 看到这样的情况之后 女嘉宾多多少少有点建议 毕竟她的前男朋友就是比较抠门的 所以所以她看到男嘉宾只点了四个人的菜 觉得这个男嘉宾可能也是一个抠门的人 折腾了半天 最终选择了一个折中的方式 就是花七百八十块钱 进入到一个安静的包厢里 进入到包厢之后 两个人继续了解对方的情况 唐先生特别在意女嘉宾是不是一个贤惠的老婆 结果发现女嘉宾平时生活一直都是点外卖 他觉得非常的正经 一个三十岁的姑娘 现在连饭都不会做 如果真的结婚 在家里面可能只能够喝起北风 毕竟唐先生在家里面也非常的忙 作为一个男 平时上班下班就非常的晚 聊完了吃饭的问题 这两个人很快又聊到了孩子的问题 女方觉得孩子完全能够让南方的母亲来照顾 而且未来的婆婆也能够顺便把饭给做了 这样自己就能够不操持分心 这点让唐先生感到非常的不满意 他希望自己的另一半 是一个比较贤惠温柔的小姑娘 而且能够把家庭照顾的很好 如果这个女人连照顾孩子做饭都不会 她觉得和这样的人结婚是没有意义的 唐先生觉得面前的这个女人实在是太过于计较 自己的性格和她的性格又完全一样 对两个人的生活肯定会有很大的摩擦 唐先生有一点开始要打退唐五了 现在一个月用多少钱 我现在一个月的话 有多少钱就用多少呗 我会让公司3000克钱花光 30岁的一个女人还是一个月光芙 真的是不会照顾自己的日常生活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 估计会有点头疼 虽然男生的内心显得非常的不愉快 但是他还是积极主动的帮助女生加菜 这点倒是让女孩子感到特别的幸福 他觉得唐先生是一个非常懂得照顾人的男人 如果和这样的男人生活在一起 未来的生活压力应该也会减少不少 为了能够让双方更好地放松一下 节目组还专门安排他们两个人 到乒乓球场里面打一场友谊乒乒乓球 谁能够先获得五个球的胜利 就能够要求对方为自己做一个事情 听起来非常的不错 而且还能够增进两个人的友谊 经过一系列的争夺之后 男嘉宾以一个球的微弱优势 成功地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那么男嘉宾会要求女嘉宾做什么样的事情呢 男嘉宾想了半天之后 最终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女嘉宾也是非常细心的 帮助男嘉宾拉起了她的拉链客 这种感觉让男嘉宾找到了初恋般的感觉 女嘉宾听到男嘉宾的这种感觉之后 内心也感到特别的开心 她站在一旁偷偷地偷笑 有了这次非常好的互动之后 相信双方对彼此的感觉也会更好一些 这次相亲从白天到黑 男嘉宾对女嘉宾的感觉非常的满意 她觉得能够好好的相处一下 但是女嘉宾的态度却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人有点嫌老 我要考虑一下 听到女嘉宾嫌弃自己特别的老 男嘉宾非常的愤怒 男嘉宾一把抢过了主持人手上的话筒 我也不考虑了 我觉得她本身没怎么样 我是觉得她还是付钱的那种 听到了这番话之后 女嘉宾也感到非常的愤怒 说自己普通可以 但是说自己肤浅就不行 男嘉宾估计也是自尊心作祟 一个女生当着自己的面说 自己长得实在是太丑 估计大多数的男生都无法接受 两个人很快就在主持人的面前大吵一样 双方的怒火彻底的被激发出来 他们在那边疯狂的数落对方的种种不适 这才第一天见面 竟然会如此的剑拔弩张 这样还怎么继续相信下去 好在主持人劝住了两个人 但是这一段相亲注定是会走到终点的 也只能祝福他们未来 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另一半